何谓信心?作者斯布尔 一,一个盼望的意向 当我们谈论基督教时,我们更倾向于讲基督信仰,而非基督宗教 这个说法是合理的 因为信心这个概念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 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在圣经救赎观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信心这个概念是多面的 许多已归信基督的人甚至发现,理解信心的确切含义十分困难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要探究圣经中信心的实质 我们会聚焦于信心与救恩之间的关联性 并讨论所谓得救的信心有哪些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会探讨信心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以及圣经中与信心相关的其他概念 信所望之事的实底 圣经中对信心最根本性的定义来自西伯来书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的了,美好的证据 注意西伯来书作者在信和望之间做的区分 这些概念紧密关联,然而却彼此不同 类似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写到基督徒的三样美德,信、望、爱 这段经文正是启示了信与望之间的区别 在我们探讨这些概念间的联系之前 我们先分析圣经里的望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字在新约中的含义 有别于今天西方社会讲的希望或者盼望 今天,西方社会用希望、盼望 只带一种情感状态 一个人希望将来会发生某事 但他也知道,这件是有不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希望自己最爱的球队在足球或篮球赛中胜出 但这种希望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打个比方,我是匹兹保铁人队的铁杆粉丝 总是盼着他赢比赛 但这种盼望很有可能只是徒劳的 因为没有确定性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盼望从不令人蒙羞 它不像我对铁人队的盼望那样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总是使我害怕 我怕我的盼望会令我蒙羞 我明白,即使这支球队常常夺冠 但总有输求的时候 圣经教导的盼望并非指向不确定的未来 基于对神应许的信靠 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结果 如果神应许教会将来的事 如果教会紧紧抓住这应许 那么盼望就会变成灵魂的毛 什么是毛 一种用于固定海上船只的工具 毛可以防止船只无目的地飘移 神对明天的应许就是信徒在今天的毛 圣经告诉我们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这句经文介绍了一件有分量的无价之宝 同时指出了信与望在本质上的联系 从本质上来说 望就是人出于信心的期待 信心的一个重要含义是 认为某人或某物十分可靠 或者认为某事是真切的 如果我的盼望 鉴基于神的预言 我对神应许之事的盼望 就可以在我对神的信心中 找到依据 我信神话语的真实性 可靠性 我有盼望是因我信神 我明白 神对未来的应许必然实现 所以 我的盼望有根有据 绝不是妄想或基于空想的愿望 信 未见知识的确据 我们继续讨论何谓信心 信是未见知识的确据 作者这里提到了人体的一种感官 我们通过这种感官 来获取知识 即视觉 有一句俗语是 眼见为实 我们听到密苏里人 讲过类似的俗语 拿出来我看看 他们并不是在反对圣经 对信心的定义 习约教导我们 相信福音的真实性 并不需要毫无理性地摸黑向前跳 相信福音的真实性 就是相信圣经中人们做的见证 这些见证人 都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 我们思考一下 使徒彼得的见证 他说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路加也在他福音书的 一开始就向提阿费罗大人写道 这些是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他谈论的是 自己亲眼证实过的事 另外 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 捍卫他对基督复活的坚信 他指出 有多人见证了基督的复活 包括基法 十二使徒 五百多弟兄 雅各 以及众使徒 接着 保罗又写道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妻 而生的人一般 这就是在说 我坚信基督复活了 因为许多人亲眼见证了 复活的基督 我自己也亲眼见过 复活的基督 综上所述 在新约中 信心和眼见 是彼此关联的 但我们注意到 希伯来书作者 把信心定义为 未见之事的确据 也许就因为这句经文 很多人误以为 圣经将盲信 视为美德 他们把眼不能见 等同于眼盲 他们认为 如果信心 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这信心 毫无疑问 就是盲信 事实上 盲信完全不符合 希伯来书 十一章 一至二节的内容 坚称信心就是盲信的人 便称 我们的信心 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们觉得信的过程 就是闭上双眼 深呼吸 然后努力暗示 自己这是真的 这不是信 这是倾信 圣经从未教导我们 要抹黑往前跳 相反 圣经命令我们 要除黑暗尽光明 信心绝不是主观武断的 信心也不是 异想天开的结果 信心更不仅仅是一种 对人欲的表达 不然 希伯来书的作者 绝不会定义信为 未见之事的确据 当作者把信和望 联系起来时 信就被放在了 未来的时间轴上 人眼无法预见未来 因为没人经历过未来 我之前提到过 自己盼望匹兹保铁人队 赢得球赛 但我永远不能预知 结果如何 尽管如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 依然说 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确据是可被感知的 是人通过感官能够认识的 确据就是 警察在犯罪现场 努力搜查的证据 比如指纹 火药残余物的痕迹 遗留衣物等 这些证据都是可见的 并且都能揭示 他们背后的重要真相 所以 警察搜集到证据后 就会开始仔细分析 希伯来书作者 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 我虽不能预知明天如何 但我深知神掌管明天 所以 如果神启示了未来之事 如果我信靠神的启示 那我对未见之事就有信心 这信心有真确的对象神 他就成了确据 不仅如此 因为神的作为 被记录在圣经中 所以我认识神 他不犯错 绝不撒谎 全知的神总能 以完美的方式表达他自己 基于神的这些属性 我虽然还未见神预言的事 却仍坚信 预言必然实现 这绝非轻信 更不是对理性的抛弃 相反 不信神的启示 才是真正不理智的 那么 神究竟如何启示未来的事呢 他不仅启示那些 我们眼还未见的事 也启示了许多不可见的 超自然事物 比如天使和天堂 现在是不可见的 但神的启示告诉我们 这些事物的真实模样 所以 因着神的信实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 去认识事物的实质 有信心 等同于信靠神 神曾临到 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 他把未来的事告诉他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信神 他不知要去往哪里 但仍旧出发 前往他未曾见过的国家和未来 西约告诉我们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亚伯拉罕并不是在寻觅传说中 海盗隐藏在洞穴里的秘密宝藏 他在寻找一片土地 一片神应许会显明给他看的土地 尽管他没看见 他依然对神有信心 这信心使他成为我们众人的信心之父 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也是世上的客旅和寄居者 目的地是神经营建造的城 天国 这座城现在不能被看见 但我们坚信 这座城的存在是真实的 确具就是我们的信心 对应许这座城的那一位所持的信心 从根本上来说 这就是信心 不单单只对神话语的信任 还只对神本身的信任 基督徒的生活 总围绕着这种信任展开 我们活着 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我们活着 就要跟随他去从未去过的地方 经历从未经历过的处境 前往眼背能见的国度 因我们深知他是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圣经所讲的信 就像孩子的信心 孩童般的信心 而非孩子气的信心 孩童般的信心是什么样呢 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 分不清什么安全 什么危险 就把手交在父母手中 让他们带领我们上街 到转角时 父母会帮我们分辨红绿灯 他们停下 走出人行道 然后穿过马路 我们就跟随他们 做同样的事 这就是孩童般的信心 孩子对父母的信靠 来源于他们对父母的认识 他们相信父母一直在看顾和保护他们 令人伤心的是 有些父母辜负了这种信靠 他们殴打 甚至残杀自己的孩子 但绝大多数时候 孩子对父母的信靠是笔致的 神要求我们也要这样信靠他 相信他会看顾我们 绝不会引领我们走向灭亡 基督徒的朝圣之旅 实质上是信心之旅 自神把信心放在我们心里之后 我们就启程了 旅程初期 我们拥抱基督 信靠他的救赎 这起初信心 是基督徒整个朝圣之旅的根基 旅程是一个比喻 实质上 旅程就是我们在信心中活着的过程 因此神告诉先知哈巴谷 为义人因信得胜 神告诉哈巴谷这句话时 他的选民刚被异交国家打败 正在被压迫 谁允许这些事发生 先知哈巴谷感到十分不解 他想登上守望所 等待神给他一个解释 他写道 我要站在守望所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愿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版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快要应验 并不虚荒 虽然延迟 还要等候 因为必然临到 不再延迟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为义人因信得胜 义人因信得胜 这听起来似乎无关痛痒的话 在新约中竟被引用了三次 神喜悦他的子民因信得胜 这是保罗书信中的重点 神告诉哈巴谷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 但不是现在 所以你必须等 但别忘记 有一天我会揭晓答案 之后 神把他的子民 跟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的恶人作对比 恶人完全为眼前利益而活 不愿相信眼未能见的应许之事 信神的人与他们恰恰相反 尽管神应许的是延迟发生 他们仍确信 应许必定实现 确信神眼中的义人 就是指因信的生的人 耶稣与撒旦 在荒野对质的过程中 他解释了 唯一人因信得胜的意思 他提醒魔鬼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化 这是告诉我们 靠神的话活着 等同于因信得生 信神的话 就要将身 心 灵 都交给他 完全按照他的话语 价值体系 及创造秩序生活 信心与确具 紧接着 希伯来书的作者 进一步解释了 信心的含义 他把我们的注意力 引向一个可见的景象 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景象 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 诸世界是极神化造成的 这样 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这句经文 似乎有些晦涩 但作者的意图很简单 他要读者明白 接受神的创造 作为宇宙的起源 这是信心的结果 而且 这信心 绝不是清信 许多人物以为 现今科学 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无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 但圣经从未教导人 要经历信心飞跃 或放弃思维能力的方式 才能相信 神创造的起源 圣经 没有教导人 忽视理性的功用 相反 教会历史上 最伟大的神学家 例如奥古斯丁 托马斯阿奎纳 他们坚持认为 信心与理性 虽是不同的两个范畴 但凭信心接受 却不意味着要抛弃理性 信心与理性 从不相互对立 奥古斯丁和阿奎纳都相信 所有的真理都来源于神 所有真理都指向 同一个终极的源头 神不仅借着圣经启示真理 他也借着自然启示 启示自己 《创世纪》1-2章告诉我们 神是万物的创造者 不仅如此 圣经中说 朱天树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言他的手段 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 神不可见的属性 这些属性 不能透过人眼被认识 但人借着被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换句话说 不可见的神 借着可见的事物 启示他自己 整个被造界 都在传扬他们的创造主 因此 尽管无人亲眼见证过 宇宙的起源 但这起源 与我们所见的自然之间 并不存在认识范畴上的冲突 多年前 我曾与卡尔萨根博士通信 探讨如何回应一本书 卡尔萨根博士 是一位天文学家 也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我们谈到 如何以神学及哲学的视角 探讨宇宙起源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 他所支持的大爆炸理论 他认为人 可以借助科学设备 回溯到大爆炸后的一纳秒 我回答说 让我们回到大爆炸之前 在你看来 那一刻存在着什么 你曾说 所有的质量和能量 都集中在一个无限小的起点 这个起点 一直以来都处在一个 永恒稳定不变的状态 但却突然决定要大爆炸 我想知道 是谁让它动了起来 是怎样的外部力量 打破了它的稳定 萨根博士回答说 我们无法回溯到那一刻 我们也不需要回溯到那一刻 我说 不 你需要回到那一刻 如果你假设大爆炸 是无缘无故的发生 那你就在谈论魔法 而非科学 大爆炸发生时 没有任何科学家在现场 也没有人能见证创造之功 所以 要么通过一系列演绎 要么相信神创造时的 超自然启示 这启示先于我们物质世界的存在而存在 只有通过这两种途径 我们才能探讨宇宙的起源 我认为 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 结果都是一样的 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 诸世界是极神话造成的 这样 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这是在说 可见之物 并非起源于可见之物 在你进行科学分析 或理性推导的过程中 一定会经历一个阶段 必须承认一切眼见的事物 起源于一个不可见的 非物质的必然存在 因此 历史上的神学家 讲到创造时 会说 Creation ex nihilo 从无造有 当然 无并不意味着 什么都不存在 因为神并不是无 一个自有拥有的本体 才是宇宙的动力因 神史万有得以存在 神学家们用 ex nihilo 是为了强调 神创造的方式 创造不是重新组合 或塑造 已经存在的事物 仿佛神 只是把一块烂泥 变成一个精美的器皿 神创世的方式 是史无变有 我们假设 神创世的方式 是从已有的事物中 创造万有 那么创世前 已存在的事物 又需要一个物质因 这个物质 依又需要另一个物质因 如此在永恒中 没有尽头 这是荒谬的 事实是 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所以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三节告诉我们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 世界是神造的 这节经文的目的 是要教导我们 关于创世的知识 我们应信神的话 起初创世时 我们虽不在现场 可是神在场 并且 他技术了这个过程 他告诉我们 创造这样开始 我下令有一个世界 这世界就成了 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我不依赖任何受造我而存在 我是永活的创造之主 除我以外的一切事物 都不是永恒的 我造了这一切 包括这有限的宇宙 借着我的能力 宇宙得以存在 我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因信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世界被神的道设计 构思 创造 我们明白 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我们无法在宇宙中 找到任何 完满自存的事物 事实上 我们越仔细地 分析一个事物 就越容易发现 它的有限性 和偶存性 二 信心的榜样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基督徒 索伦 基尔克国在某种程度上 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持悲观的态度 他曾说到 任凭人们抱怨我们这世代的罪恶吧 我的抱怨却是我们这世代毫无价值 他的意思是 在他所处的时代里 人们缺乏热气的信仰 为了缓解自己受到的打击 他回归到旧约 他写道 在那里 一个人至少能感觉到鲜活的人物在说话 在那里 人们爱 人们恨 人们杀敌 人们世世代代诅咒他人的后代 在那里 人们犯罪 基尔克国很不喜欢旧约中的那些罪行 他唯独关注那些圣徒 如何在旧约真实的动乱与挣扎中 践行信仰 像基尔克国一样 我也回归到旧约的故事中 探究那些有血有肉的榜样们 如何凭信息生活 西伯来书作者也做了同样的事 他在知名信心 伟人展馆中 展览了许多信心的榜样 我们思想这些榜样时 会更深刻地领悟到信心的本质 亚伯归荣耀给神 信心伟人掌管的第一个展出 是一个最古老的属神之人 亚伯因着信 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 仍旧说话 根据这段经文的叙述 我们可以明白 信心的内容 不仅仅包含信靠神掌管明天 或相信神的话 就是关乎未来和过去的真理 信心的内容还包括 人如何回应神的诫命 如何生活 希伯来书作者教导我们 亚伯献的 记比该隐献的记更好 我们在创世纪中 读过该隐和亚伯献记的具体方式 神接受了亚伯的记 却拒绝了该隐的记 一些人认为 亚伯的记是动物 而该隐献上的是地理的出产 所以神差别地回应他们 但圣经从没说过 神只接纳动物记 旧约中出现过各种素记 古物祭祀 所以我们把神接纳亚伯 拒绝该隐 归结于他们二人所献的祭品 是不合理的 相反 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 亚伯获得称赞 并非因为他献了动物记 而因为他献祭时的信心 我们在整本旧约中 常常读到 神很关注人献祭时的态度 和心怀意念 旧约时代的人们 经常走程序 并以十分敷衍的方式 献祭于神 正因如此 他们成了伪君子 神说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神不喜悦人 在宗教活动中 背信弃义 然而 每一代人都犯同样的错误 人们周日去教会 走完宗教程序 心却远离神 他们像演戏一样 行出宗教的外在形式 却没有信心 没有真正对神的尾身 然而 亚伯献祭时 带着感谢祭一起献上 他想要荣耀神 他努力顺服 并表达自己对神的爱和信靠 这是真诚的敬拜 相比之下 该隐献祭仅停留在假冒伪善的形式上 事实上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 该隐真实的面目 因为神接受他兄弟的献祭 他开始极度亚伯 并在这嫉恨和愤怒的驱动下 谋杀了亚伯 该隐毫无信心 这个事实 透过他的恶行可被知晓 然而 亚伯的人生 有信心作为印记 以诺讨神喜悦 西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 以诺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这节经文的基础 是第四节中 亚伯的故事 以诺被转化 因为他讨神喜悦 西伯来书的作者 紧接着解释了 以诺的转化 与信心之间的联系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如果我们不信有神 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不是吗 如果我们不信有神 不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 我们就不会尝试取悦神 与所有信神的人一样 以诺通过寻求神的喜悦 来表明他的信心 所以是对神的信心 在驱动人 按荣耀神的方式生活 信心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福音书也教导过这个真理 当耶稣遇到那些生活方式 荣耀他的人们 他就赞赏他们的信心 因为没有人会归荣耀 给他认为不存在 或者不值得的人 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大部分人相信神的存在 但这个数据毫无意义 通常情况下 调查人员的问题是这样 你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存有 更强大的力量 或是事物存在吗 任何人都可以相信 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 宇宙尘埃 也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但那不是神 如果调查人员记忆不问 你想要讨神的喜悦 并且为他而活吗 做出肯定回答的人 就会急剧减少 所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 其实是实践中的无神论者 我们或许是理论上的 有神论者 在实践中 我们无神论的生活方式 却背叛我们的理论 因为我们并没有 按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 如果我们生活的目的 不是取悦神 原因只能是 我们并不真心相信 神值得我们的关注 有人说 如果你想知道 人信心的真正对象 应该取分析人的支票本 就如耶稣所说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心在哪里 请查看你的财宝 你在神的国度 还是在自己的国度里投资 凭信心生活的人 会讨神喜悦 而非讨人喜悦 以诺被挑选出来 因为他带着融化生命的热情 去讨神的喜悦 这才是一个信徒该行的事 罗亚为基督的缘故 算为渔桌 下一个西伯来书 十一章提到的信心伟人 是罗亚 罗亚因着信 既蒙神 只是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神警告罗亚说 因为人的罪孽 他将会使巨大的洪水 滥在地上 为要毁灭人类 然而 神命令 罗亚造一支大船 为要救罗亚的家人 和各种动物 存着敬畏的心 罗亚完全照着神的吩咐造方舟 我们知道 造方舟用了许多年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 罗亚在他的时代 一定被人百般嘲弄 我听过一个小品 其中 贝尔·康斯比 扮演罗亚一角 他在沙漠中造方舟 朋友们从旁走过都问他 罗亚 你在做什么 他回答 我在造舟 为什么要造舟 洪水要来了 康斯比的回答是 当然了捕捉到了 罗亚可能经历过的荒诞 在沙漠中造舟 这件事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 然而 罗亚相信神的话 他愿意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 他不信任这个世界的判断 而只信神的判断 正因为他凭信息生活 人类才借方舟在洪水中幸存 圣经告诉我们 罗亚的行为定了那世代的罪 他的信实 揭露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失信 凭借这信心 他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意 亚伯拉罕信心与顺服 讨论完亚伯 以诺和挪亚的信心之后 希伯来书作者 开始去说亚伯拉罕的故事 我在上一章提到 这个人被称为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诏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那里去 注意信在这里与尊命 是不可分开的 信心的本质 就是顺服神的诫命 亚伯拉罕一生 做的大部分事情 就是顺服神的命令 因此他得到信心之父的称号 亚伯拉罕还活在 异教文化中时 神贤给他看 应许会使他成为大国 圣经说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保罗费心想说明一点 亚伯拉罕是因信 而非信为称义的伟大榜样 当一个人拥抱神 在基督里的应许时 他就立刻被称为义 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的应许 他被神称为义 在漫长岁月中 他透过顺服 显明了他信心的真实 基于此 雅各指出 创世纪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信仪撒的故事 显明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果子 顺服 西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去一个陌生之地时 亚伯拉罕顺服的根基 是对神的信心 我们可以在脑海中 想象这个情景 虽然这个故事 可以被大肆渲染 夸大 使亚伯拉罕听上去 比真实的他更近钱 但事实已足够证明 他信心的真实 亚伯拉罕被呼召时 已是年迈的老人 他的根深深地 扎在美索布达米亚 那是他的家 是他一切财产的归属地 也是他遗产的所在地 就在他年迈之时 神临到他 告诉他 我要你离开本地 离开这个 使你舒适的文化 带你去往一国他乡 我会引领你 到达目的地 于是 亚伯拉罕就整理行囊出发 如果这世上有什么冒险 可以单单以信心作为担保 那就属亚伯拉罕的移民之旅 他凭着信心 移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因此 圣经说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在生活方式上 亚伯拉罕 及他子孙后代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客旅的生活 亚伯拉罕没有固定的居所 他居住在帐篷中 以色列人也一样 他们是伴游牧民 随着气候种类的变换 他们在各样的风景 地形之间往来 为保证畜群的营养供给 在特定的时间 搬到有草生长的地方 没有可被称作家的固定居所 亚伯拉罕守候 期待一座城 一座不在地上的城 神建立的城 然而 亚伯拉罕期待的 却不只是一座城 我们应铭记耶稣的教导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法利塞人对耶稣的话 十分不满 他们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耶稣却回答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耶稣的回答 与西伯来书作者所讲的如出一辙 亚伯拉罕不仅仅期待应许之地 他更盼望应许的救赎主 这个应许就在基督这个位格实现 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 教导唯读音信称义的教义 他诠释救赎主工作的展品A 就是亚伯拉罕 通过亚伯拉罕 保罗想要说明 旧约中的人跟现今的人 有一样的得救方式 以色列人和新约中的基督徒 通过同样的方式得救 现今 人们称义是通过信心 旧约中 人被称义也是通过信心 旧约中 蒙神喜悦的基础 并不是牛羊的功劳 而是基督的救赎之功 希伯来书其他章节 也教导过 牛羊的血无法除罪 那些祭祀并不是指向他们自己 而是预表了弥赛亚的到来 唯独这位弥赛亚的血能除罪 亚伯拉罕和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时间指向不同 亚伯拉罕期待十字架 而我们回望十字架 他信的是应许 我们信的是那应许的实现 但归根究底 他和我们的得救的方式并无不同 萨拉认定神的信实 希伯来书作者 接着描述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 因着信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跟丈夫一样 萨拉断定神是信实的 萨拉的故事 体现出信心的活力 我在上文中讲过 信心不单只相信 有一个神存在 更是指相信神的话 信心就是信靠神的诚实 如果我是诚实的 那我信靠的神 不更应该是完全和绝对信实的那一位吗 信实的人信靠完全 绝对信实的神 萨拉当时如此行 今天信靠神的人仍然如此行 因为他们明白 唯独神值得绝对信靠 萨拉完这些人物之后 西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十三至十六节 穿插了一段经文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段经文总结了先前罗列的人物 以及他们的经历 这些人物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存着信心死 他们死时并没有看见应许完全的实现 于是从一开始 他们就是客旅 神答应亚伯拉罕会让他成为大国 应许之地迦南美帝 就是起初神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及他子孙后代的土地 然而 自亚伯拉罕从美索布达米亚出发后 他真正拥有的地产 只有麦比拉 就是他的安葬处 他真正继承的土地是如此微小 他却能看见 在时间的维度中还没有出现的应许之地 并且坚信应许有一天会实现 亚伯拉罕信复活的大能 西伯来书作者还发觉了亚伯拉罕细信的另一个方面 所以他再一次提到 这位伟大的先祖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除了基督顺从地献上自己为祭之外 圣经中还记录了许多信心产生的恐惧战惊的行为 其中最伟大的恐怕就是亚伯拉罕遵守神的命令 献以撒为祭的行为 在亚伯拉罕献祭之前 神应许会透过以撒赐给他后裔 神也让他等候以撒出生 一等便是许多年 在此期间 亚伯拉罕逐渐明白且确信 应许之子会出自撒拉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 这女人却为了应许的实现 献上自己的使女夏甲作为替代的母亲 他以为这可以帮助亚伯拉罕得到应许之子 夏甲的儿子名叫以什玛利 并不是应许之子 多年的等待之后 神才是撒拉生以撒 这时他以年迈并且月经已断 亚伯拉罕的命运 及全部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 神灵道他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只是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计 亚伯拉罕就存着恐惧战惊的心 带着以撒开始围棄三天的旅程 在路上 以撒问亚伯拉罕请看 活与柴都有了 但凡计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回答说 神必自己预备做凡计的羊羔 我们读这个故事时 很容易把亚伯拉罕 想象成一个假敬虔 肤浅的信徒 仿佛他正跟以撒说 孩子 别担心 等我们到山上 神自然就会预备 一只羊羔 如果我们这样想 就彻底错了 事实上 亚伯拉罕一定怕得直发抖 他一定在心里问 神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件事 神怎么会在这个时间 呼召我来到这种地方 做这样一件事 即便他如此害怕 疑惑 他还是信靠神 他有一个明确的假定 以撒被杀了以后 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 于是 亚伯拉罕奉神的命令 来到山上 建起祭坛 堆好柴火 他把儿子绑起来 但就当举起刀时 或许还有一秒钟刀 就会落下 神阻止了他 神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这个故事讲述了 什么是终极的信心 圣经中 能超越这信心的 唯有基督的信 亚伯拉罕的后裔 信心的遗产 接下来 希伯来书作者开始介绍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写道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 以扫祝福 虽然以扫是以撒的长子 他却藐视长子的身份 把他卖给雅各 雅各用诡计骗取更大的祝福 这一切都处于神主权的计划 希伯来书接着提到 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雅各之后是约瑟 作者只用一句话形容他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海骨留下一命 倘若旧约中有人完全靠信心生活 那这人就是约瑟 因为大部分时间里 他都是孤独一人 没有一个持守犹太信仰的同胞 与他同在 他独自一人在异乡坐牢 受冤屈被错判 然而在牢狱中 他一直信神 直到神使他被释放 被提拔 神使他在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国家 做宰相 做了宰相之后 他邀请他的族群到埃及定居 但在临终之际 他清楚知道 总有一天 他的族群会离开埃及 前往应许之地 为什么 因为约瑟知道神的应许 他也知道埃及并不是应许之地 虽然以色列人许多年以后才走出埃及 约瑟却早已盼望出埃及的那一天 他在遗嘱里吩咐 他的骸骨必须被带出埃及 带回到应许之地 这就是约瑟的信心 约瑟想表达的是 虽然今生我活着的时候 无法到那地 但是我希望将来 我的骸骨可以重新被埋在应许之地 我知道我的族群有一天会抵达应许之地 因为神应许了我们 摩西的父母信靠神的护理 第二十三节经文中 列举的信心伟人 开始触及出埃及记的主角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在埃及为奴的黑暗日子里 摩西的父母操练他们的信心 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交托给上帝护理的工作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故事 当法老下令屠杀每一个西伯来南海时 摩西的母亲把他的婴孩藏起来 直到摩西的非发遇到哭啼声能被听见时 他走投无路 用芦苇编了一个篮子 细心地用树枝把它覆盖起来 把自己的孩子装在这个篮子里 任他沿着尼罗河的滞流飘走 他任凭篮子 在神的护理下随意漂流 把摩西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 神就让法老的女儿 发现了这个婴孩 并且收养她 像养育法老家中的王子一样 培养她 一个母亲的信心 竟然导致如此难以置信的结果 摩西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讲完摩西父母的故事 希伯来书作者 开始关注摩西本人 他写道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成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透过短短几行字 希伯来书作者 详尽介绍了摩西的决定 如何彻底地改变他的人生 我们做决定时 依据是什么 我们选择一条路 背后的价值体系又是什么 我们很清楚 摩西必须做一个决定 一个包含着对立与冲突的决定 为了选择两者中的一个 他不得不拒绝另外一个 决定一个方向 他不得不否认另一个方向 在摩西的成长过程中 他享受了宫殿里的荣华 教育的福利 地位 优越感 在法老的家中长大 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舒适 奢华 然而 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却选择不继续沐浴在 法老家里的金银财宝中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什么使摩西做了这个决定 当他看到自己的同胞 正被一个奴隶主残酷地殴打时 他就做了决定 并奋起保护自己的同胞 他越界杀了那个埃及奴隶主 从那时起 他无法再回头 选择了背井离乡 摩西被驱逐到米店的荒地中国 赤贫如洗的生活 而非继续沉溺于最终转瞬即逝的愉悦 没有哪一种罪能给人带来快乐 罪无法带来幸福 它只能传送一种愉悦感 如果我们把这种愉悦感跟幸福弄混 我们就向敌人的诱惑敞开了大门 最终的愉悦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摩西必须在现世和永恒中间做一个抉择 在最终短暂的愉悦和基督永恒 宝贵的爱与喜乐间做一个抉择 我脑海中有一个画面 摩西在米店的荒地中勉强度日 人们向他走去 问他你曾经在法老的家中生活 不是吗 在这做什么呢 他会回答我是凭信息生活 正如希伯来书所说 他看为基督兽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我在神学院读书时 被选中要在学校的小礼拜堂讲道 那天我传讲了罪和信心 讲道结束后 有两组人迎接我 第一组是祝贺我的同学们 第二组是十分愤怒的教授团 事实上 其中一个教授把我推撞到墙上 并且指控我曲解圣经 我当然不想被指控曲解圣经 所以找到一个我信赖的教授 我问他对此事的看法 如此看来 你认为我扭曲圣经吗 那时我非常沮丧 全身发抖 十分害怕 教授听完没开眼笑地说 哦 你是多么蒙福啊 我听完就告诉他 我并不感觉自己蒙福 他说你难道意识不到 你刚刚宣讲的是 神毫无修饰的道吗 你搅动了蜂窝 所以人们为了基督的缘故 憎恨你 你刚刚潜尝了基督寿的责备 这将是你人生拥有的最大财富 教授和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他相信这是事实 我却不信 那时我只想过自己的人生 我还只是一个新手 但教授跟摩西一样 深知神的是 我们黑白颠倒的世界 接下来 西伯来书作者继续引用一个个榜样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就守于月节 行写的礼 免得内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的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既女哪何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依依系说 积淀 巴拉 参孙 耶抚他 大魏 撒末尔 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便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夫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狗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炼 被石头打死 被聚聚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在这世界里 乞丐可以骑马 王子却衣衫褴褛地走路 西伯来书十一章中提到的人物 都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那些被聚成两半 被石头砸 被折磨 被捉弄 活在荒漠中 高山上 洞穴中的人 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人生中 亲身经历到神应许的实现 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作者的意思是 这些圣徒不得不等候我们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如果神在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或十年前 就完成了所有救赎工作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会错过救恩呢 我们的祖先却为我们的缘故 忍受这些难以形容的恐惧 我们也需要周期性地经历这种恐惧 如今 我们已切断自己与教会历史 圣经历史的联系 我们太过轻看 这些信心先辈们付出的生命 财产和健康 十六世纪信徒们 为了福音能从黑暗里被找回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今 二十一世纪初 人们总是漫不经心地谈到福音 以无所谓的态度 思考十六世纪信徒们思考的问题 每当我想起这些 就无法理解这种巨大的反差 要么就是 我们没有真正领会福音的甘甜 要么就是 我们对教会历史一无所知 在某种实际意义上 今天 我们先祖的血 从地里再朝我们呐喊 因为我们不愿像他们为我们牺牲那样 做出同样的牺牲 神不会荣耀一个由胆小鬼组成的教会 如果教会想大或全胜 首先 他必须好斗 他必须有参与属灵征战的意愿 即使这属灵征战可能夺去人的生命 我们回看教会历史 可以看见信心伟人们的人生 虽大部分时间在监狱里 但在那些黑暗的时代 福音的清澈和明亮 正是透过这些人的人生显明出来 相比之下 今天的我们 过分浸泡于今世的享乐 以至于为了这些享乐 宁可放弃朝圣和寄居的生活 放弃效法我们先祖的榜样 西伯来书十一章 列出这一系列的名单 为了得出一个结论 但这个结论出现在第十二章的开头 我总会好奇 为什么新的一章 会议因此作为开篇第一个词 这个词表明了 这一章是对前文的总结 为我们的益处 作者总结道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笨大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世沉重的耶稣 西伯来书作者 带领我们浏览了这些地上的英雄 又在结尾说道 让我们真正仰望 为我们信心创世成中的那位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句经文的出现不是很有趣吗 下一章 我们会探讨 何调为我们信心创世成中的耶稣 三 神的礼物 曾经 我遇到一个女服务员 跟她聊了起来 我说祝佛罗里达太美好了 特别是在一年中 比较冷的那几个月 这位年轻的女士 表示自己就是北方人 她说 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我不会回北方 我说 在这点上 我跟你看法不太一样 我也不想回北方 但如果回去能拯救我的灵魂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我不会这样做 或那样做 这只是一种诙谐的说法 我敢保证 说这些话的那些人 并没有认真思考过 它的字面意义 他们也不是 在对自己的灵魂 做任何陈述 他们只是 用一种流行的说法罢了 然而 十七世纪的人 从不这样说话 那时 教会和大环境文化中的人们 都非常关注灵魂的救恩 威斯敏斯特信条 可以证明这点 在圣经的基础上 该信条 陈述了得救的具体要求 第十四章 列举了救恩的关键前提 这章的标题 就是论得救的信心 开头是这样写的 信心的恩典 是基督的灵 在蒙上帝拣选之人 心中的工作 使他们得以相信 以致灵魂得救 注意前五个字 该信条并不仅仅指信心 而是用信心的恩典 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他称信心为恩典的原因是 信心是神的礼物 我们不配得的礼物 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购买 赚取信心 通常情况下 神学家给恩典的定义 是无功而获的 不配得的神的喜悦 所以信心是神恩典的彰显 简单地说 信心就是那些得救之人 被神赋予能力与权力 去持续相信 直至灵魂得救 信心并非来自人的灵 事实上 信心不是堕落的人 在自然的状态下 可以操练的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引起 诸多神学争端的难点 一方面 神要求人要有信心 但另一方面 圣经又说 没有人可以操练信心 除非神以超自然的方式 赋予人能力去相信 把你所命的赐给我 这个难点可以追溯到 古代奥古斯丁 与异端伯拉丘之间的争论 奥古斯丁祈祷 把你所命的赐予我 依你所愿的命令我 伯拉丘反对 这个祷告的前半部分 他质问 你为什么求神 把他要求 你做的事像礼物一样赐予你 实质上 伯拉丘的观点是 如果神要求一个人做某事 如果神是公义的 那么这个人 自身必定有能力达到要求 不然 神就是不公义的 伯拉丘最终的结论就是 既然神要求人变得完全 那么人 一定不需要借助神的恩典 就有能力满足神的要求 奥古斯丁却反驳 我们无法取悦神 除非神以某种方式 帮助我们达到他的要求 这场争论的焦点 是原罪的教义 奥古斯丁认为 神要求堕落 本性败坏 无力信神的人 满足他的要求 亚当堕落前 人不需要恩典超然的协助 就有能力 用信心回应神 但堕落之后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 人缺乏这种能力 所以恩典变成人 遵循神诫命的绝对先决条件 奥古斯丁的神学主张 遍及威斯敏斯特信条 该信条对信心的总结就是 奥古斯丁和历代教会教导的回声 取悦神所要求的信心 并不出于我们自己力量 如果我们想拥有得救的信心 神圣灵必须先改变我们的心 改革宗神学 常常提到一个概念 Odo salutis 就是救赎次序 什么是救赎次序呢 人在被救赎的过程中 要经历特定的步骤 步骤之间存在着逻辑顺序 救赎次序就是对此逻辑顺序的分析与探讨 比如我们常说自己是因信称义 这句话就暗指信心是称义的逻辑先决条件 所以在救赎次序里信心在称义之前 信心不是称义的果子 相反称义才是信心的果子 但问题又来了 信心的逻辑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答案是 在救赎次序中 重生先于信心 重生 另一个改革宗神学经常提到的概念 重生是神的工作 神圣灵通过重生我们 以超自然的方式改变我们的心 旧约有许多地方描述我们堕落的光景 比如我们只有实心 并且终日思想都是恶 新约也有类似的描述 比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当圣灵临到一个灵里死亡的人 他重生这个人 这人就可以在灵里从死中复活 原本人的心像石头一样 但因着圣灵的工作 这颗石心重新开始有脉搏 并获得回应神的能力 耶稣对尼戈迪姆说过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这句话暗含一个必要条件 其实 耶稣的意思是 人要见神的果 或记录神的果 必须经历某个步骤 耶稣跟尼戈迪姆 讨讨的这个必要步骤 就是圣灵使人重生的经历 重生的意思 是重新出生 重生是新生 重生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 我们确实活着 但灵里 却处于死亡的状态 为了在灵里复活 我们需要圣灵 在我们心里 做超自然的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 多数福音派的看法是 想重生 必先有信心 因此 流行的观点是 信心先于重生 这等同于说 当我们还处于 堕落的状态时 当我们还在肉体中时 当我们死在 过犯罪恶中时 我们可以信神 而后被更新 可这个观点 似乎与新约中 关于重生的 一切教导相冲突 如果神对我们 不管不顾 任凭我们处于 灵里死亡的状态 按着堕落的本性 我们永远 不会向神屈膝 就如耶稣所说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有人以信心 回应福音 也有人无动于衷 不同的结果 背后有终极的原因 那就是 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 才能回应福音 这教义的难点在于 神圣灵 并没有重生每一个人 因此 许多人在这点上跌倒 如果得救的信心 是圣灵的礼物 如果神要求人 必须收到这个礼物 才能得救 那么 神为什么不把这个礼物 赐给每一个人呢 拣选先于信心 这个问题 指向另一个教义 拣选的教义 威斯敏斯特信条中 论得救的信心一章 开头第一句 就道明了 这信心与拣选之间的联系 信心的恩典 是基督的灵 在蒙上帝拣选之人 心中的工作 这表明 并非所有人都被赋予能力相信 神将相信的能力 作为礼物赐给一部分人 唯有这一部分人 才有能力相信 这是拣选教义的本质 保罗向罗马人解释这个教义时 他预料到会 有人受挫 泄气 他说 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 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我们必须铭记一点 神显明旨意说 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 谁就怜悯谁 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要求他平等的赐恩 给所有人 神怜悯一个人 最大的表现 就是赐给他信心的恩典 关于这个教义 以福所书二章 是最重要的参考经文之一 保罗在本章开头写道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 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 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语 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保罗通过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 基督徒过去 与其他所有人一样 同有堕落 腐败的人性 因着神的恩典 他们起死回生 从此 他们就不再被邪灵带领 而是被神带领 不再按着心里的邪情私欲生活 换句话说 信徒被拯救的时候 还是死的 按着堕落的本性 他们跟所有人一样 本是悖逆之子 在神的愤怒之下 但紧接着 保罗说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句话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论 不出于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出于我们自己的是恩典 还是信心 许多基督徒会说 我明白如果没有恩典 我就不会有信心 很明显 恩典不出于我自己 恩典出于神 所以我需要借助恩典 但一些人得救 一些人不得救的原因在于 一些人面对神给出的恩典说 Yes 我信 一些人说No 我不信 所以他们对我们得救的理解 就是我们相信神赐的恩典 这个恩典不出于我们自己 而出于神 然而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是指恩典或信心 不出于我们吗 参考希腊语所有的语法 我们得知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 在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中 这指代前面出现的字 信 保罗教导我们 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这个信 是我们得救的管道 并且不出于我们 而是神的礼物 如果我们明白 我们得救是靠神丰盛的怜悯 如果我们默想 连我们得救的信心 甚至都不来自肉体 而直接来源于 神对我们本性超自然的干预 我们就应该会 屈膝感谢神 敬拜神 从经验上来看 我们的故事都差不多 我们也都明白 拥抱基督这个行为 不是出于肉体 我们也知道 从抵挡神到拥抱基督 这个过程 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他使我们复活 并且赐信心给我们 借着这信心 我们才能依靠基督 寻道宗的创立者约翰 魏斯里曾经分享过 他的信主见证 他称自己信主时 已是一名被案例的神职人员 那时 他正在伦敦市奥尔德斯盖特街上 参加一个会议 会上 他听了一篇罗马书的讲道 讲道过程中 当听到那些 过去自己常常听到的 经文 突然感觉心里 异常温暖 他就把那次经历 当作自己 回转信基督的经历 奥古斯丁 也有类似经历 当他还沉溺于 没有节制的 淫乱生活时 一天 他听到 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反复吟唱着同一句话 Toyleach Toyleach 意思是拿起来 读吧 他一抬头 就看到一卷 罗马书的手抄稿 他翻开手稿 首先映入眼帘的经文 便是罗马书 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言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征敬极度 总要批带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语 神的话 立刻记录他的心 而后 他就悔改信了福音 我的信主经历 也跟一句经文有关 一个年轻小伙子 引用了传道书里的 一句经文 他对我说 云若满了雨 就必轻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倒 或向北倒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我可能是历史上 唯一一个 看到这句经文 就悔改信主的人 但我必须坦诚 这句经文 的确给我描绘了 一幅图景 一棵枯树 横倒在森林中 毫无生机 它腐烂 不结果子 全无价值 这就是我人生的光景 我发现 自己就是那一棵枯树 神就用这一句经文 敲醒我 让我相信它 这一切的信主经历 虽各不相同 但却有一个 共同点神的话 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无法知道 是否成百上千万的信徒 都有类似的经历 但保守估计 至少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可以见证一个事实 圣道犹如一把 能刺入人心的锋利宝剑 圣灵 用这把剑 改变他们的人生 圣灵赐人信心 并兼顾信徒的信心 这些工作 都需要神的话 拣选与儿子的名分 上一章 我们讨论了保罗在 以福所书二章中的教导 他教导我们 信心是神赐的礼物 在这卷书信的开头 保罗毫不含糊地 把神的拣选 和我们作为神儿子的名分 联系起来 以福所书一开篇就是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一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 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 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是他荣耀的恩典的招称赞 这恩典 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拣选出于神主权的预定 是神慈爱与恩典的 最高表现 拣选发生在永恒中 神决定 让一部分人 在基督里 成为他手上的工作 就像一件工艺品 神按着他的旨意 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接纳这些人 并按照基督的形象 塑造这些人 归根结底 人无信心 就无法被神接纳 但神赐人信心 使人通过这信心 可以在神面前 被称为义 所以 保罗通过这段经文里 要强调神荣耀的恩典和怜悯 就体现于 他满足了 他自己提出的要求 保罗在《以福所书》 一章十三节中总结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 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 我们先被重生 然后听到 信到 被称为 义得儿子的名分 受圣灵为印记 神在我们里面的救赎 有一个逻辑上的次序 以上是救赎次序的一个部分 在这节经文中 我想要特别强调一点 信靠基督与灵听圣道之间 彼此联系 上一章 我们回顾了 威斯敏斯特信条中 论得救的信心那个部分 信心的恩典 是基督的灵 在蒙上帝拣选之人心中的工作 使他们得以相信 以致灵魂得救 然而 这句话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后面写道 这信心的恩典 通常是借着神的道的传扬而发生 这是对应圣经罗马书 十章十七节的教导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 信心来自重生 重生是圣灵在人灵魂中的工作 但通常情况下 圣灵会通过圣道的宣讲 在一个灵力死亡的人身上动工 在新约中 圣灵和圣道彼此有别 但并非两步相干 圣灵与圣道一同做工 圣灵通过圣道来发挥功效 决然不会与圣道相悖 借着圣灵的工作 神满有能力地参与到圣道的宣讲之中 圣道本出于圣灵的末世 如今圣灵又用它来光照我们 在我们心里做工 总而言之 信心是神赐的礼物 因为它来自圣灵的工作 通常圣灵通过圣道 这个媒介赐下信心 耶稣曾说 他会拆圣灵来 使我们为真理 为义 为罪自己责备自己 这也要透过圣道这个媒介 寻求的方式 听到 保罗把得救的信心 与神在永恒中的拣选联系起来 这给许多人造成困扰 曾经有人质问我 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听讲道 如果我被拣选了 就会得救 如果我没有被拣选 就不会得救 反正我做什么都没用 我的回复是 你在今生可以知道自己被拣选 也可以确信呼召和拣选 就如保罗告诉我们的 但你却无法在今生 确信自己没有被拣选 因为每一个被拣选 又悔改信主的人都曾是没有信心的人 我举了魏斯里的例子 他感觉到心里异常温暖之前 或许也认为自己没有被拣选 奥古斯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拣选 直到他在花园里拿起圣经 读到那一段经文 也有人到临死前才悔改信主 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即使一个人一生都没有信心 也不能有效地证明 他没有被拣选 这个人继续问道 那既然信心不出于自己 我又何必去教会呢 我回答说 正是因为信心不出于你 你才应该去教会 我引用了爱德华兹 关于这个难点的教导 来回答他的问题 爱德华兹 可能是美国本土最坚决的预定论者 即便如此 如果有人问他 既然一切都是神决定的 我还能做什么呢 他总会尝试帮助提出 这个问题的那些人 他还为此发展了一套教义 爱德华兹的回答常常是 你可以寻求 我们需要注意 爱德华兹讲的寻求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寻求 因为只有在基督爱里的人才会 真正地寻求他 想更认识他 爱德华兹的意思其实是 你虽然无法知道自己 究竟有没有被神拣选 但你至少清楚知道 如果没有信心 就会下地狱 你有权利 省察自己到底 有没有信的能力 你也明白 神通常即想到 这个途径 次人得救的信心 因此 即使你无论如何 都无法爱神 即使你只爱自己 对你而言 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将自己 置身于恩典的环境 恩典的环境 就是恩典的媒介 最集中出现的场合 也就是说 对你而言 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听讲道 虽然你可能认为 讲道非常乏味 冗长 但听道的确是你的权利 或许在你听道的过程中 神怜悯你 就会用他的圣道 刺激你的心 我相信 爱德华兹的建议是明智的 如果你还不是一个信徒 不要认为自己 可能没有被拣选 就仓促下结论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或做什么都没用 针对你现在的状况 你可以做的就是 寻找圣道被传讲的地方 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环境 即使你做这件事 完全处于自私 我还是鼓励你 去吧 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赶紧去听道 信心的坚固 我们已经肯定一个事实 信心的恩典 通常是借着神的道的传扬而发声 威斯敏斯特信条 关于这得救的信心还说道 又同样借着神的道的传扬 以及圣灵的执行 和祷告而增长并加强 改革宗神学从不提及 称义有任何程度上的加增 因为称义的义就是基督的义 我们绝不可能加增这义 或基督的救赎之功 这个意是完美的 我们无法使基督的一加增或减少 但圣经却有教导过 信心可以增长 事实上 信心不仅会增长 也会经历低谷 我们对神的信心经历干旱七十 会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在人生中各个阶段 我们对基督的信心 总是实强实弱 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作者们 着重总结的是 坚固信心的方式 我们得救的信心 或许像芥菜众一样小 然而 无论这信心一开始多么的微小 之后却能逐渐成长 变得越来越强大 基督徒因这信心的增长 会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 信心的其实 完全依靠神超自然的恩典 不仅如此 信心的坚固 也完全依靠神使人成圣的恩典 恩典的媒介 或者说神赐恩的工具 对我们十分重要 具体有哪些呢 其实 我们已经讨论了 其中一个圣道的传讲 我越受神话语的熏陶 信心就越强大 同样的 如果我疏忽读经 对世俗思想一味的开放 信心的热度就会退去 然后我需要再次回到神的话中 每当我读经时 会感叹 对这就是真理 因为神激动了我的灵魂 因此 我们需要每周日早晨去教会 不能停止聚会 我们迫切需要这些 聆听神话语的时间 如果我认为 神话语的果效 仅出于一次讲道 我必然会因为绝望 而放弃事工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再教会教课 每星期教一个小时 每次课上 我都对上星期的讲课内容提问 大部分人都不记得我讲了什么 非常不幸 在那种处境中 我无法像神学院要求学生那样 要求大家阅读 复习笔记 消化课程内容 结果就是 参与这个教会课程的人 都没有吸收所学的内容 如果这就是一小时课程的结果 更何况三十分钟的讲道呢 三十分钟的讲道 能对人有多大的影响 有时 我把两年前讲过的一篇 到重新讲一遍 竟没有人发现 本来我不想重复 但人们说 啊 你之前讲过吗 我肯定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听到 这种事 对讲道的人来说 的确是困难的经历 我能坚持的动力 来源于我对讲道的认知 我知道神拣选了讲道这种方式 引领人来到他面前 并兼顾人的信心 他应许过 他口里所出的话 绝不突然返回 许多基督徒记得的讲道 不超过三篇 但每次他们听到的时候 无论注意力多么不集中 神的话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 因此 讲道被我们看为一种恩典的媒介 圣礼和祷告 威斯敏斯特信条还写道 圣礼的施行于我们是有益的 因为洗礼与圣参都是圣道非文字的表征 借此两者 我们已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 与圣道相连结 作为福音真理的表征 圣礼不仅作用于我们的思想 也作用于我们的感官 由于神话语的效力在圣礼中被坚固 我们的信心也在圣礼中被增强坚固 论得救的信心这一章 归纳了祷告对信心的作用 祷告是兼顾信心的重要方式 我们祷告不是为神的益处 不是给神提供任何他不知道的信息 我们祷告也不是给神建议 更妥善管理世界的方法 我们祷告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祷告是我们与神交流的途径 通过祷告 我们赞美 感谢 祈求 当我们双膝跪下 献上祷告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护理之功 简言之 我们可以见证神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 这与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祷告能兼顾我们的信心 因此 祷告也是恩典的重要媒介 神的话 对我们的信心至关重要 如今许多人否认圣经的可靠性 这对今天的信徒而言 是一种威胁 有些教会的领袖 甚至不允许会众 接受这一恩典媒介 导致会众的信心 无法得到兼顾 如此 你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 要么听信对圣经的批判 要么聆听圣经本身 圣灵从未应许 要借着批判做工 但圣灵却使用你对圣经的阅读和研习 来牧养你的灵魂 当你在信仰中挣扎 当你无法面对灵魂的一案面 亦或你不确定自己的立场 是否和神心意识 请到圣经中寻求答案 只有在那 神圣灵才会对你说话 牧养你的灵魂 兼顾它起初赐给你的信心 是非是可以去小命的灵魂 可掐给你 我的灵魂